海底捞2021年亏损超41亿 创始人现任 最牛服务员接任CEO 3月23日晚 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 2021年海底捞实现收入411.1亿元 同比2020年增长43.7% 亏损41.6亿元 流营转亏 海底捞据亏跟2021年币电计划处置 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 减值损失 以及管理层采取审慎态度计题的减值损失 超过36.5亿元有关 不过41.6亿元的亏损 低于之前海底捞发布盈利预警公告中 最高预估亏损上限的45亿元 基于餐厅总体经营情况 海底捞在2021年11月推出啄木鸟计划 在承诺不裁员的情况下 海底捞员工数量保持稳定 从2022年也来的经营状况来看 海底捞啄木鸟计划效果正在显现 翻台率数据改善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在财报发布之前 3月1日晚 海底捞发布管理层多项人士任命公告 其中包括海底捞现任CEO张勇现任 由公司副CEO杨立坚接替 张勇将继续担任海底捞的董事会主席 及执行董事职务 据悉 杨立坚1995年在海底捞就职 从最普通的服务员起步 当上了领班 大堂经理 几乎每半年升一级 2021年1月 胡润研究院发布2021胡润中国职业经理人榜 确认